新來iPhone十四設備法寶 中華電信 灣團電信 同一天就開放寒涼的網路 主門 差不多六分鐘就都唱完了 臺灣大高大是在今天晚上八點 要來開放主門 共調是需要 新婦定金 但是保證一定有會 通過傳新iPhone十四系列 臺灣時間設備法寶 先叫北朝公寧 包含 批評專業運動 上級 運動不少 錄影請給電視功能 和微車通信SOS 經濟電路頂頂 iPhone新規法寶 國內電信三行 馬上公佈有買方案 相對電信公司中華電信 設備在會不會三點到六點 開放三點前 刷定無優定期活動 國際行 六分鐘就完了 我們團電信是在設備在起十一點開放門期 算定無優 共調無優定期相不正常 另外 臺灣台國台三點跟蓬國 官方網站同步 設到晚上八點開放門期 算定無優 共調相關影響是有一萬塊的 iPhone新規 雖然以往維持跟前一台一樣的定型測圈 不過美金 相計不便 因為美金費越大氣 國中聯對美頂一台都起兩千塊 有電商北台前台第一次推出iPhone電話方案 相機一塊月 到1537塊開始 在去年的匯率跟現在其實就差了十幾% 其實今年iPhone是比較貴的 新的訂閱方案 消費者購買的門檻降低 銷售數字 其實我們是非常樂觀的 四款iPhone14 始至開始在全球三十個國家 才是有五倍 不過只有iPhone14 Pro和Pro Max 早到開始出會 iPhone14 Plus 愛等到十個七次出會 中國通過共慶連續航電也將風向應用 通過新規第四個新型入期出會 共產無樂觀 記者綜合報道